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4.8掉相思天赋定位首报 少女队长消息 那塔剧情总结 元神大的要来了 那塔草八重玩后台自然 4.8掉相思建模太骚了 首先是有关4.8新角色调相思 我们的老朋友FO透露 调相思定位后台C 调相思天赋为 增加30%燃烧伤害 减弱95%燃烧 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装武608攻击力 33.1%爆击率 调相思武器是长枪 不过既然是草后台 那只能搭配前台火了 目前的后台火太罕见了 香菱抢不过 能打得过草神吗 有关纳塔少女和队长方面的消息 少女会在5.4版本入池 并进周本 少女是先灵异族 队长是最强人类 队长因为某个原因没打过火神 但又被少女复活了 复活是少女权柄之一 少女与队长 西巴拉克与火神 也是个对照组 之前的福与谱也是 对应设计 执行官的排面都挺大的 对于5.0内塔地形 看起来米海游 还是实地考察过了 内塔看起来很魔幻 但都是实际有的地形 还有那个草笼 也很符合生物学特征 耳朵很大 是为了搭配体型 只能说 原神的大世界 明显是认真搞的 就是玩法若保软有些保守 内塔更像是 美西地貌 加南美文化为模板的 出来的这几个地形风格 与其说是南美的安地斯山脉 其实更像是 美西洛基山脉的样子 特别是科罗拉多大峡谷 感兴趣搜一下 跟前瞻的地形 几乎一模一样 最后是有关 起聊聊舅舅透露的一些信息 纳塔有个任务 也是和沙漠那样 改变天气环境 做完就没了 队长的设定 说是原有基础补充的新补丁 哥伦比亚 我问了是先灵相关的人设 纳塔大体就是老一套 各个部落走一趟 团结 打团 没了 调香斯德利 会会在6月3号18点官宣 V1版的技能挺幽默的 斜脸上的缺队友 要全队攻击提升火拐的BOX配他 服饰还是长裙类型的 会在途中七选一 原神大的要来了 纳塔草八重玩后台自然 4.8条香斯建模太骚了 原神大的要来了 4.7前瞻 放出纳塔的奇龙玩法 游戏体验大大提升 虽然4.7双限定五星UP 但是这种超载和辅助玩法 其实也不算太大的心意 新角色建模没有亮点 不过原神大的要 来了4.8才是整个版本的亮点 承载着5.0纳塔新国度的衔接 将会空降大家所期待的 草系五星角色 据悉定位是长枪系列的 后台草系燃烧系 角色建模是穿着暴露的草 系成女建模 无疑是风丹的一股清新流 因为它是纳塔人 所以服饰并没有继承风丹的 大板烧是必然的 纳塔草八重玩后台自然 我们来看这个草 五星玩法和机制 在分析之前 先看看老角色相关情况 1.白猪能够增加100%燃烧伤害 但对全队燃烧提升不大 2.后台挂草 比不上草神的三个挂草量 3.卡威能够引爆种子 4.八重后台一七栋协同挂草 而调香师现有的信息是 后台燃烧C绝对不可能是前台 因为燃烧剩遗物是后台可生效的 调香师的专五施工双爆 不增加精通 因为吃精通太容易烧死自己了 天赋加百分比燃烧自然伤害 这里要说明的是 加30%的燃烧伤害其实很少 估计后续还有燃烧特化和异化的设计 在现在的角色中后台火就只有香菱 十足罕见的设定 这个调香师应该是那塔开局的核心人物 虽然说后台C减伤只减自己 不给队友减有点幽默 但是现在信息没完全 加上那塔体系还没有明确 所以这里说烧死队友还是言之过早 现在作为新草后台 C玩燃烧有两个优势 出伤快伤害能够叠加甚至是曲线上升 但作为后台怎么玩 有点类似卡维的机制一样 作为点火器 然后像八重一样 一之后 协同挂草燃烧 估计和草神平分秋色 甚至是和草神异对更加 4.8条香师太烧了 条香师是封丹最后一个的草器 应该不是封丹人 最大的可能是那塔的先行者 建模方面更加倾向于那塔的风格 预测一把是穿着暴露很烧 如果不烧 很难拯救现在的流水 况且4.8是一个大涨草漆 隔壁二游竞争越来越大 比原神烧得多了 现在那塔就一个火C西巴拉克 一个火斧火神 一个火精通 这个玩火自然的就是条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